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這麼快就來到6月 即是2021年差不多過了一半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半年之內我遇過什麼護膚品很喜歡 然後精選10樣出來和大家推介的 這10樣東西我可以選擇的話 代表我很喜歡用、很有效果、經常性用到 或者是它的地位已經超越了我本身最喜歡用的產品 成為我心目中的Top 1 在這半年內無法取代的話 都會在這裡說一說 所以我們現在不如馬上開始吧 如果你也喜歡看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個Subscribe和旁邊的小鈴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很多時候都會在那裡分享和大家互動一下 說起皮膚保養我一直以來都很注重 特別是拍了Youtube之後 我對自己的敷放要求特別高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機會去試不同的新產品 黃牌產品或者一些新的技術 如果連我也無法維持一個好的敷貨 我又怎可以推介這些產品給大家 難道我懶著臉地跟你們說 這支好用 這樣是沒有說服力的 所以我覺得維持一個好敷貨 是一個基本責任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產品都是功不可沒的 每個人都說的 保養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皮膚的清潔 如果你的妝容不乾淨 你清潔皮膚做得不好 裡面有什麼髒的東西 殘餘物的話 你之後多漂亮的精華 多漂亮的成分 都是無補於事 今年很開心可以遇到台灣文森先生的 深呼吸洗射型露 當我收到這個產品然後決定合作之前 我試用了一段時間 第一件事讓它驚喜到是質地 我從來沒有用過一個卸妝產品是這樣的 我現在的手是有粉底、眼線在這裡 然後我就撕半泡給大家 即場示範一下它的卸妝效果 你看到是很流質的 但它不是水狀 而是有啫喱狀 然後你就慢慢擦了 然後你擦的時候 它的質地就會起了一些變化 變成了 一會兒會看到的 一些 你開始了 看到嗎 就是這個狀態了 它是貼了一些化妝品在上面 近鏡給大家看看 它的質地會變成這樣 還不是鬼口水 然後我都不沖水了 在拍片 只是用紙巾擦一擦 就已經乾淨了 它是不油不厚 亦都不會醃眼 我平時都會用它來下眼妝 如果用Opera Mascara 它可以下得到 但如果我用HEMI Mascara 就不行了 要用眼唇卸妝液 不過如果用它來下眼妝 是不會有那種很膩 或者很黏 或者一些油 一進去就會會萌擦擦 完全沒有這個狀況 我亦都沒有任何敏感 所以它打敗了我最喜歡的Softimo 我一次過就買了很多支回來 用來存貨 還有啊 它除了下妝之外 它一濕水就可以起泡 用來洗臉 所以是一個卸妝洗臉二合一的產品 然後就是兩支我會歸納為Toner類的產品 因為都是水狀 還有我的步驟都是用在洗臉之後的 這支Larine有機玫瑰花水 我在五月用什麼影片跟大家介紹過的 為什麼這麼快就已經打到精選十大呢 大家看看後面這裡 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我已經用了這麼多了 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護膚品選擇 但是短時間之內 這個花水我可以用得這麼快的話 代表它是真愛 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是像一種清神的玫瑰花水味 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的保濕能力很好 我用來濕敷用的 所以我很快就用了大半支了 然後就到我手上綠色這一支了 應該比較陌生 因為我沒有拍片說過 也沒有在reviewIG提過 不過它是做了一件很神奇的事 這支叫做Advanced Calming Solution 然後牌子是ELMT 它應該是一個比較新的韓國牌子 然後不貴的 這麼大支才20美金 大約86元左右 沒有任何味道 為什麼我說它神奇呢 就是有一天我沖養生茶 然後自己在發牛鬥 然後我就在那裡 把手不小心放在80度的熱水那裡 一旦辣在苦口位 立即紅了 是痛的 不只是熱那麼簡單 然後我當然要去沖水 沖完水過了差不多20分鐘之後 它還是很痛 然後越來越紅了 我就想有什麼成分比較天然 又可以舒緩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起這一支 因為它的名字寫著Advanced Calming 然後我就拿一些化妝棉濕敷 大量倒下去 塗在這裡 那一刻是真的有舒服度的 但它不是完全令到它好起來 最重要就是這樣垃清的情況下 平時我一定會脫皮 起水泡 沒有 沒有任何的膠 沒有任何的脫皮 所有狀況都沒有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大功神 所以我現在曬完之後 一定會用它去鎮靜舒緩皮膚 之後才敷面膜 話雖如此那麼神奇 但是平時用的時候 沒有任何保濕 有什麼緊緻 有什麼收細毛孔的功效 我都看不到 所以大家看看有沒有需要 根據我的護膚步驟 下一個步驟就是塗美白精華 然後今年遇到很喜歡的 就會是Caudalie的這支 葡萄曼極致亮白精華液 它的質地是有一點點像奶狀 是有些乳白色 然後看起來好像有點厚度 但是塗出來你會看到很容易推開 當它吸收了之後 皮膚摸下去是很柔軟的 雖然它叫做葡萄曼 但是聞起來是主觀有一股 很清新的西柚香味在這裡 老實說它不是令到我皮膚白了幾度的 一個美白精華 但是它可以維持到一個通透度 提亮感在這裡 它成份比較天然 所以轉天氣皮膚敏感或者孕婦 不是我 都可以安心使用 如果你需要一個很快速見效的美白精華 我還是會推介Kiehl's這支 你看到我已經用剩五分一了 兩款用的時間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曬黑了 想快速白的話 我會用Kiehl's這支 兩個星期左右 你會看到它去到一個樽頸位 不再白的話 我就會用Caudalie這支 去維持亮白感和通透感 還有它用完之後皮膚摸上去是非常柔軟 而Kiehl's這支是不會改變膚質的 總之你塗完吸收完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是保濕精華的話 今年我最喜歡的是一個性價比超高 Good Molecules的這個透明質酸精華 48元就是這一支 它的效果是很單一 只是做到保濕 不要跟一些很貴的功能精華比較 它的保濕效果是中等 我平時都是日常用的 晚上用是不夠力的 但是如果48元來說 我真的沒有任何位置可以挑剔到它 它的質地是少少柔質 有一點稠度 但是一些平價的透明質酸 通常都是這個質地 重點就是它沒有其他平價的 那麼難吸收 你看到是很容易退開 不會有一層膜在臉上 大家都是透明質酸 為什麼有幾十元這麼便宜 有幾百元這麼貴 其實比分子好看 分子越小 但是它可以進入皮膚底層 做到深層保濕 當然是比較貴 但是不是每一個時間 每一個情況都需要這麼深層的保濕 所以48元而已 長鼻加妝用多一點都不會心痛的話 這支我也覺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講完一個便宜的 價格比較開解的精華之後 我們來專櫃 這款雖然貴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非常有效 就是EVE HOCHE的這支Serum 花水鋼細胞再生精華 它是有一點點好像很濃稠的 然後顏色有些粉紅色的反光 但不是一些閃粉 你推開了就沒有了 然後你一推的時候 你會比較驚訝 我現在是用剩大約三分一左右 雖然九百多元 但是我一定會回購 因為它是我唯一一支用完之後 這個對紋理有幫助的精華 我的苦紋是靠它淡了超多 不用太久的 大約兩個星期就會看到分別 然後頸紋都淡了很多 但是不是完全沒有了 因為我都經常靠低它用電話 還有我天生都有一條是深的 但是上面那條是淺了超級多 如果以抗皺或去紋精華來說 九百的真是不貴的 大把牌子是出到過千幾千元都有的 它的味道是真的濃烈的 真的有一種法國的女人味 但是你塗開了在臉上 大約五分鐘左右你已經嗅不到的了 所以在我的情況下 我可以接受到 因為它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而且以抗皺、抗老、抗衰老的產品來說 它的質地真的一點都不厚重、不黏黏 不會太過滋潤 所以是輕熟肌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剛才那些都是精華 如果保養的時候我選擇不用精華 我就會敷面膜 今年我試過很多不同的面膜 又便宜價又貴價 貴的話我打算另外開一集去說 因為我對於它們的效果要求是更加高的 那今天在這麼多種面膜之中 我會推薦大家一款 它的名字叫做SMPS 是韓國製造的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名字有沒有一點印象 它是外面做嬰兒針Facial同一個系列 我這盒只剩下兩塊 然後我已經有一盒新的做存貨 因為真的很好用 我買的價錢是$136有五塊的 說真的它這個效果不等於做一次Facial 就算連續五天敷它 都不等於做一次幾百元的Facial 那麼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跟一些開架都十幾元一塊的面膜 比較我覺得它的效果是超級很多的 一包裡面是有25ml的精華 做到的保濕效果也很好 還有很多時候我做完一些高能量的Facial 例如我最近做了High膚 那都可以敷到它 但是又這麼說 如果你跟一些幾十元 可能差不多一百元的高價的面膜去比 它又不至於去到那麼厲害 例如Little Stardust 我都覺得效果是比它更加好的 總之平心而論 二十多元一塊 我就覺得它的性價比是非常之不錯的了 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店舖或IG購買的 大家自行格格 我就貪方便在做Facial買的 然後就是一個我聽了很久 不過今年才接觸的品牌 加丹尼爾 這一款是他們的金盞花舒緩動膜 質地是非常啫喱狀 少許金黃色 然後裡面有些金盞花花粉 聞起來是有一股很舒服 甜甜的金盞花味 通常我都會敷一個比較厚一點的Layer 我是沒有把它放進冰箱 但你敷的時候會感受到一種涼濺的感覺 特別是你曬完之後 你的臉很快樂 你一敷它 是好像你玩完一天沙灘 喝一支冰凍的啤酒 吃一支冰凍的雪條一樣 那麼爽的 我會敷大約二十至二十五分鐘 然後期間你會覺得自己很舒服 很舒緩 聞起來的那股味 又是整個人很放鬆的 總之曬後用它是非常好 但平時都一樣 不會有一種很大的保濕感 或者一個很強勁的功效 最佳用它就是曬完之後 然後加丹尼耳 我另一個很喜歡的產品 就是它們的水感輕透防曬雨 這支是我覺得你試這個品牌一定要買的東西 它的質地是非常輕 你推開完全沒有負擔感 不會泛白 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是很適合夏天的時候用的 我覺得它的質地和使用感受 是可以打敗到市面上90%的防曬 是去到這麼誇張的地步的 如果你還在沉沉默默一個命中注定的防曬的話 不妨去試試它 雖然我都很喜歡MECA澳洲那支 但是那支的保濕感會比較強一點 它是清爽感再強一點的 所以現在夏天我就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用它 來到最後一樣 又如何少得我的愛牌LITTLE STARDUST呢 今年我用過它們這麼多產品 令到我最經驗 最推薦大家精選在這十樣東西裡面的 就一定是這個粉紅淨化膜 它在半年之內出現了在我的頻道三次那麼多 就知道我有多愛這個面膜了 它絕對是打破了我對於深層清潔面膜的印象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奶油 一點都不乾但是有清潔能力的呢 我真的很推薦乾肌的朋友去用它 因為我以前用深層清潔面膜 敷完之後扯乾皮膚裡面的水分 然後乾到慢慢緊的 但是這一款絕對不會 它的清潔效果又不是很強勁的 我覺得中規中矩 平時我有做開去角質的話 它幫到我清潔毛孔 有一點小粉刺的話 它也可以幫我清潔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是很髒 很勁油 然後你是黑頭超級無敵強勁頑固的朋友 那可能你要敷密一點 或者你要更加強的一些深層清潔產品 它就未必可以一次過幫你 浮完所有的黑頭出來的那一種 我都說過三次就不再多說了 再說就遮了 那你們也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以上就是我這半年用過的護膚品當中 精挑細選十樣我自己很喜歡的產品 說真的我是無懼挑戰 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我 想近距離檢測一下我的皮膚和相鏡 是不是一樣的話 無任歡迎你們放馬過來 我自己平時拍的化妝片 Get Ready With Me 都是很近的 讓大家看看我的素顏狀況 所以我真的不怕 一個好的皮膚總比起你化一個漂亮的妝更加重要 因為你好的膚質是沒有那麼容易浮粉 容妝 當然天氣或者產品都有影響 但是你要一張漂亮的白紙才可以畫一個漂亮的畫出來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錄下新片 逢是日間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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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我們下條影片 89 ajustetti ich感到你是怎樣 уж飆 在女生 me winter